美联储又加息了 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 11月2日议席会后宣布 再次加息75个基点 这不但是美联储今年的第六次加息 更是罕见的连续四次加息75个基点 是2008年1月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就像我在年初时估计的那样 美联储这一轮加息 绝不止原来一些机构估计的那样 到4%左右 而是会超过5% 现在大家看到了 美联储的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4% 但一则通胀还没有明显下降 二则加息也根本没有到顶 正常情况下 美联储明年上半年还会继续加息 这一轮加息一定是在5%以上 甚至可能向6%逼近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已经表态 最快12月放慢加息 考虑暂停加息还太早 这也符合我们一直以来的判断 美联储这一轮加息一定会加出部分国家的危机 甚至会加出更多地区冲突乃至战争 至今还有很多人对美联储这一轮的猛烈加息 看不懂 在我看来这既是美国的无奈之举 又是美国的霸权又是吓得巧取豪夺 所谓美国无奈之举 原因在于恶性通胀 美国的CPI从数据上看一度超过9% 并且持续维持高位一年多 今年9月份CPI依然8.2% 核心CPI环比甚至又涨了0.4% 在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不得不加息 因为如果不猛烈加息 高通胀会导致美元大幅贬值 大幅贬值又会促使美元购买力下降 进而加剧通胀 如此恶性循环 全球抛售美元 美元就有崩盘的风险 一旦美元崩盘 美国在全球没有了购买力 那美国经济和社会也就崩盘了 所以美国加息是无奈之举 是不得不加 对此美国政府非常清楚 因为前后两任总统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 为了刺激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 释放了6万多亿美元资金 如果美联储不强力收回货币快速缩表 美元和美国经济崩盘风险就非常大 加息之所以也是美国霸权优势下的巧取豪躲 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把大国博弈的霸权主义 地缘政治和金融货币战结合起来了 所以某种程度上说 美国是通过制造其他地方的危机 通过把别国变得更坏 从而让自己显得更好的方式 最终让自己获利 美国在制造危机方面真的是一把好手 在这方面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媲美 过去些年 他通过制造经济危机或者战争 来对其他国家割韭菜 今年直接把战争和危机同时制造出来 然后利用起来为自己的大国博弈 地缘斗争和经济利益服务 俄乌战争就是在这样背景下酝酿出来的一次危机 美国不但利用这场地缘战争 试图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政治目的 还要达到挽救美国经济的目的 美国一边制造俄乌战争这场危机 一边猛烈加息 于是全球的资金疯狂流入美国 尤其是欧洲的金融资本流入美国最猛 这些资金买了美国的国债 美股以及其他美国资产 就稳住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为啥几个月时间 从几乎零利率加息到4% 美国经济还没有崩溃 根本原因就是全球的资金流入美国 拖住了美国的资本市场 那么为什么说美国正在制造更大的危机呢 原因很简单 美联储疯狂加息的后果 是全球资本疯狂流入美国 会有很多国家的很多企业 因此出现资金链断裂 甚至会有国家政府直接破产倒台 其效应在我国其实也是有体现的 譬如像恒大这样的企业 之所以突然崩了 除了自身的系列问题外 借了很多外债的情况下 资金成本突然暴增 再加上人民币贬值 自己肯定就不好支撑了 莫说企业会崩 像斯里兰卡这样的国家同样也崩了 虽然原因不完全是美联储加息 但客观上 美联储加息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美联储至少会加息到明年上半年结束 联邦基金利率会达到5% 甚至接近6% 然后美联储还会维持这一利率至少一年半左右 而降息也还需要一两年时间 这么算下来 美联储加息周期 加上维持高利率周期至少还有两年多时间 如果再加上未来的降息周期 美元回到低利率至少还有四五年时间 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时间里 全球整体的资金都是紧张状态 资金成本相对较高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企业会死掉 一些国家会破产 战争绝不止俄乌战争 这就是接下来的现实 而这一切美国则是罪魁祸首 市场一直期望美联储加息温和一些 譬如加息50个基点而非75个基点 但是美联储加息不仅是为了经济 还是为了政治 对美国来说 它需要展示对美元和美国经济的自信 意思是美元和美国经济 撑得住这种猛烈加息 对于国际资本来说 美联储加息越猛 反而让他们越有流入美国的信心 这意味着进入美国市场有更高的利率 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美国经济更加有信心 我之所以说美联储加息 肯定超过5% 甚至可能接近6% 原因就是这次加息不仅仅是因为经济 还有政治原因 那么为啥说现在也是到了中国反击的时候了呢 因为在全球都因为美联储加息而缺钱的时候 正是中国人担任最终贷款人角色 让人民币去填上美元市场的绝佳时机 当下各国由于疫情 美联储加息 现在都遇到了流动性紧张 都需要发展经济 此时此刻 中国与相关国家谈合作的门槛 已经大幅降低了 相关国家加速推动合作成功的紧迫性 也越来越强了 在这种背景下 中国以贷款的形式向相关国家输送流动性 然后再由他们投资或与中国合资搞基础建设 然后再由中国企业接这些基建项目 投资出去的钱绝大部分回来了 我们的工业输出了 我们的资本输出了 我们又进一步将我们的工业品占领了相关的市场 简直一举多得 中国对相关国家投资和贸易 可以人民币为主 再适当搭配一点美元 于是人民币国际化就加速了 譬如现在中俄的贸易投资已经开始去美元化 俄罗斯还建议在上合组织 金庄国家进行去美元化 俄罗斯专家近两天还提出 上合组织需要自己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现在人民币跨境结算系统已经建设了超过十年 已经一定程度具备了取代Swift的基础 大家都急不可耐了 最重要的是中国具有做最终贷款人的实力和技术基础 那在美联储疯狂加息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危机之时 中国作为最终贷款人进行资本和工业的输出 将是绝佳机会 当然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绝佳机会 中国一些反击 对美国来说可能并不是那么私心裂肺 但是如果中国作为最终贷款人 给相关国家进行资本和工业输出 不断扩大自己的金融货币影响力 以及工业影响力 那对美国来说才是痛彻心扉的那种痛 中美大国博弈最后拼的还是实力 现在美国在基础能力方面正在落后于中国 中国需要利用自己的基础能力 进一步向更高端领域迈进 并最终在更高层面上与美国展开竞争 这是中国躲不开的 也是最终必然要见分晓的